第1420集 那震盘光芒狂闪 却丝毫无法阻挡这股气息的爆发 连高空之中的风云 都在这股威势的刺激之下 隐隐变色 狂风呼啸 电闪雷鸣 天地灵力疯狂涌动 苍穹之上无尽雷劫骤然降落 这雷劫太害人了 就算风门强者突破 也不可能如此恐怖啊 一道带着神雷之意 带着天道愤怒的雷劫落下 叶辰闻思未动 他和其他突破迎接雷劫的强者 完全不一样 别人是畏惧 而他则是享受 叶辰的根基太强了 若是没有轮回血脉 他的机缘可能都足以让自己 踏入风门径了 就是因为轮回血脉 对舞者要求太高太高 现在的夜尘才刚准备跨入星窍 与此同时 神国 一座极其奢华和灵气液化的宫殿 宫殿恢弘无比 周围灵气浓郁液化 堪称世间最佳修炼之地 而此刻宫殿最深处 不知为何 地面竟然震动了起来 一头神龙睁开眼眸 冰冷的气息彻底释放 而神龙之上的威严男人 也是从修炼中睁开眼眸 他的眸子充斥着惊骇和差异 天道宫已经很久没有震动过了 这余震来自何处 你可知道来自哪里 神龙之上的男人站了起来 双手附在身后 问神龙道 神龙猛地起来 威压自成 整个宫殿仿佛化为一片火海 这神龙竟然自成异象 神龙的眸子 盯着一块巨大的八卦之盘 居然开口说话了 一向来自那里 似乎有人突破 让这能预感未来的天道盘 畏惧了 这东西可以预知一切 想必他预感到 未来会被人打碎 而这天道宫的地震 恐怕就是来自于 这个突破之人 看来 从上次那个姓仁的离开之后 又有人要对天道宫不利了 未来 你我会面临巨大的威胁 神龙之上的男人 看着颤抖的天道盘 眸子凝重 这段时间 不安的情绪越来越浓 这震动恐怕是来自那个青年 他虽然让人去调查青年的身份了 但是 总有人在05大陆 为这个青年遮掩 每当他的人要寻找到此人 线索就会突然中断 不过他已经知道 是谁遮蔽了这个青年的气息 永恒圣王 那家伙居然还活着 他又在布局 神龙之上的男人拳头握紧 杀鸡释放 天道宫不允许这种威胁 既然那个老头子 要阻碍我发现这个青年 那就派人把这老头抓回来吧 永恒圣王 你藏了这么久 我们也该见面了 不管你布下什么样的局 我都会像当初那样击碎 我天道宫绝不允许世间 再出现第二个人非凡 也绝不允许 再有人当着神国 无数势力的面 一剑斩杀天道宫公主 这是我天道宫永久的屈辱 绝不允许 谁能想到 这个天道宫身份尊贵的男人 竟然在狂怒 说完 他手中凝聚雷电 一掌向着天道盘砸去 天法神雷 我倒是要看看 那个神秘青年能不能承受住 天雷越来越恐怖 此刻的夜尘眉头微微一皱 这雷劫怎么变了 似乎和刚才的雷劫完全不同 他扫了一眼 苍穹渐渐形成一道虚影的神雷 脸色微变 这天雷竟然蕴含天法之力 天道要诛杀自己 这一刻夜尘不再犹豫 周身释放极其恐怖的威势 瘦朽剑握在手心 赤诚神脉 开 无尽魔躯 开 不朽神体 开 天法又如何 今日我夜尘 便要对抗这天法之威 这一剑 我斩世界不公 我斩命运枷锁 风林之内异象震天 但是这诡异的一幕 在风林之外却是见不到分毫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天空之中的异象 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反而愈演愈烈 一个时辰之后 这片风林的另一处 几名青年男女 同时进入了这风林之中 在进入的瞬间 他们便是一同抬起头 朝着高空看去 显然注意到了夜尘突破之时 引发的天象 而更让人吃惊的是 这几人赫然都是风门镜强者 其中修为最低的一名女子 都是风门镜二层天的存在 看上去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而已 而其他几人最年长的一名男子 也不过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他的修为却已经达到惊悚的 风门五层天 这几人显然都是妖孽呀 无可比拟的妖孽呀 三十岁的风门镜五层天 拿到零五大陆之上 恐怕能秒杀一大片天才了吧 都足以登上零五登悬榜了吧 而这名男子竟然还不是最强的存在 几人之中最强的是一名 风门镜六层天的男子 气息甚至接近七层天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这名青年看上去极其高贵 他的腰间挂着一块玉牌 上面简简单单的两个古老文字 神国 藏着轮回悬碑的宝贝问世 神国势力也亏损了 而且这几人的眼神之中 都带着一种莫名的高傲 天才都是高傲的 都自信自己拥有其他人 无法比肩的强大天赋 但是这几人的高傲与众不同 这几人的高傲 是一种把世间万物 都不看在眼中的高傲 若是叶晨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发现 这几人的眼神 和他曾经见过的 一个人的眼神很像 那是木野的眼神 而这几名青年男女 很快都向着一人看去 正是那名风门六层天青年 这名青年 显然是这群人之中的领导者 此时他看着天空之中的异象 微微醋眉 就在此时 那雷云与狂风 突然之间消失无踪 一切就像是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其中一名看上去神色阴险 一身华服 腰配一柄装饰的 无比华美常见的 风门男子问道 赵师兄 此处风林似乎有些异常 虽然看到了那处异象 却感知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去看看吗 赵云华沉吟片刻开口道 也好 不过此次那几位交代的主要任务 还是找到那处遗迹所在 李深 你和陈梅香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等继续寻找遗迹的具体位置 若是有什么事 及时通知我们 轮回悬碑 我们必须得到 那名妖配常见的男子 和其中秀为最低的 凤门二层天女子点了点头 便朝着雷云所在的方向行去 风林之中 天发神雷骤然降落 一道接着一道 夜晨固然不惧神雷 但嘴角还是隐隐带着鲜血 这天发神雷的余波 竟然接近风门径 他只不过是突破星翘径而已 至于如此吗 他不再犹豫 握紧兽袖剑 余剑向着天发神雷斩下 斩天一剑 剑光宛如一头 滔天巨兽 向着那神雷吞噬而去 两股极端的力量碰触 数秒后 天发神雷骤然消失 夜晨微微喘息 但还没过多久 十几道天发神雷降落 夜晨瞳孔放大 神魔轮回绝运转 骤然施染 焚天一剑 一道耀眼到了极致的剑光 剑光缭绕火焰 风林的天 仿佛被烈火燃烧 这是焚天一剑的剑光 焚天一剑的剑光 如割裂了时空 惊爆了一切 这一剑所凝聚的威势 几乎震天 一声惊天巨响 尘埃滚滚 夜晨的身子 更是硬生生的 被震到了十米之外 极其狼狈 数秒之后 夜晨才艰难的起身 他看着苍穹之上的 天发神雷 紧皱眉头道 天要杀我 你们真的有资格吗 话语刚刚落下 摆到天发神雷降下 无尽雷电 骇人到了极致 如果真降落 别说夜晨了 就算是封门强者 也要死啊 夜晨眸子 写满了凝重 就在这时 轮回墓地之中 一道苍老的声音 突然响起 天道宫 居然要诛你 如此天发 降临到一个 乳秀未干的 小子身上 倒是有些意思 夜晨听到这声音 无比惊喜 苍穀神医 难道苍穀医神 要出手了吗 这家伙不是怪脾气吗 莫非看到如此 天发降临 心中不忍 然而 很快一盆凉水 浇了下来 小子 老夫可没说 要救你 一边凉快去 只不过这天发之音 扰了老夫的清静 自生自灭吧 声音消失了 夜晨无语 他算是领会了 何为怪脾气医神 一生只救十七人 救的还是斩恶尽大能 自己哪怕是轮回牧主 也丝毫不理会啊 无奈之下 夜晨只能一步步 向着天发走去 他的道便是没有畏惧 百道天发神雷 轰然降落 蔑视的威压笼罩一切 夜晨一口烟红的鲜血吐出 周身仿佛都要被毁灭 他将最后一丝力量 再次激活赤臣神脉 可赤臣神脉 仍然无法抗衡 眉心的魔帝 正在将悬魔的力量 汇聚到血魔剑之中 自然无暇帮助夜晨 风兴阳不久前 刚掌控过夜晨的身体 自然无法再帮助自己 固然如此 夜晨的眼神从未放弃